网赌川居使您舍生命不变心 2008年4月3日 由全球佛教出版社和世界法英出版社出版的多杰腔佛 第三世纪十一书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举行了庄严隆重的首发仪式 美国国会图书馆并正式收藏此书 自此人们才知道原来一直广受大家尊敬的一云高大师 养恶意西诺布大法王 被世界佛教各大教派的领袖或摄政王 大活佛行文认证 就是宇宙始祖报身佛多杰腔佛的第三世将士 佛号为第三世多杰腔佛 从此 人们就以南摩第三世多杰腔佛来称呼了 这就犹如释迦牟尼佛未成佛前 其名号为西达多太子 但自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 就改称南摩释迦牟尼佛了 所以 我们现在称南摩第三世多杰腔佛 尤其是 2012年12月12日 美国国会参议院第614号决议正式以 His Holiness来冠名第三世多杰腔佛 GHH第三世多杰腔佛 从此南摩第三世多杰腔佛的称谓以定性 而且 第三世多杰腔佛也是政府法定的名字 以前的义云高和大师 总持大法王的尊称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 这个新闻是在南摩第三世多杰腔佛 佛号为公布之前刊登的 那时人们还不了解佛陀的真正身份 所以 为了尊重历史的真实 我们在新闻中仍然保留 为法定第三世多杰腔佛称号前所用的名字 但大家要清楚 除HH第三世多杰腔佛的名字是合法的以外 在为法定之前的名字已经不存在了 王堵川居士宁舍生命不变心 民众日报 中华民国94年10月15日星期六 记者陈仁中报道 位于四川新都的中国著名古沙堡光似于9月29日为云高 HH第三世多杰腔佛 大法王上师的弟子王堵川居士举行 彼途大典 火化后食得225颗坚固子 王堵川居士夫妇都是大学教授 他们在退休以后 得以拜云高 HH第三世多杰腔佛 大师为师学习佛法 虔诚精进 在云高大师离开成都以后 王教授夫妇主动要求留守坛场 在这期间 有一些好心人劝他们回家 也有一些人来恐吓利诱 他们丝毫不为所动 王教授说 随便某些人怎么污蔑诽谤 我知相信事实 虽然我跟随大师只有几年的时间 但是 我所见到的大师是一个善良正直 光明磊落 慈悲大众的至高圣德 大师从来都是把大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宁愿自己受苦受累 也要让众生安宁幸福 大师的开示更是精辟无瑕 将高深的道理寓于浅显的说教当中 所教导我们的全部都是如何实修德行 哪里有一点他们所污蔑的那样 我是一个教授 佛教徒 不打妄语 我更不能违背我的良心 我只会忠诚我的上师 而绝不会做一个欺师灭祖的禽兽 因此 几年来 无论刮风下雨 无论谣言诽谤 无论恐怖威吓 他们始终没有离开坛场一步 直到因为城市建设 房子被推土机推平了 他们才含泪告别了这个地方 几个月前 王教授呈现病相 即使在病中 王教授更加精进修习云高 HH第三世多节腔佛 大师传给他的佛法 9月26日下午 王教授毫无半点痛苦 右侧卧面对佛陀乡 安详离世 27日上午在宝光寺火化 住持继心法师为教授 王大居士庄看时 王教授的手脚关节仍是柔软的 经继心法师考证后 他说 已经成就了 一定会烧出坚固子 29日下午4点半开始转昼 这之前一会儿 天空急洒下甘露 一直到点火后好一阵子 在整个皮图期间 出现许多圣境 有人看到金色的佛像在微笑 有人看到王教授的腹部 献出一尊金身罗汉 还披着僧人的衣服 有的看到佛光 有的则看到日月同辉 还有不学佛的人也看到文字排列的咒语 当时在场的人还突然听到从远方传来的云高大师唱六字大明咒的声音 与念佛声融为一体 共食得225颗坚固子 入口中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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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